欢迎来到乳如Recipe的Tea Time 今天要为大家分享香Q弹牙的紫米花生麻吉 材料有1⁴杯55克的紫糯米 500克的圆糯米粉 少许的油 沾粉为半杯的花生粉 1⁴杯的黄砂糖 提前一天把1⁴杯紫米洗净 加入义佑1⁴杯300毫升的冷水 电锅外锅加入电锅杯的三杯的水 蒸制一个半小时至跳锅 不要打开盖子放冷备用 这次昨晚蒸上放凉的紫米已经蒸好了 放入打碎机中打越细越好 再加入半杯的冷水 要多打一阵子 如果有需要记得中间要让机器休息一下 紫米已经打好了 依用1⁴杯再多一点点 准备一个大盆放入糯米粉500克 加入少量的紫米浆 做成圆饼状 大约4-5个 1个大约89克左右 放入滚水中煮至大约5分钟后会浮起来 再煮5分钟 总共10分钟 煮好的紫糯米饼捞出 准备木棍这里用擀面棍 外面用保鲜膜包裹起来这样就不怕沾黏了 垂打紫糯米团 要趁热打 凉了就硬了 打至慢慢越来越凉了 微温即可 垂打过的麻糬真的很Q弹 打至慢慢越来越凉了 微温即可 分成小圆形的团状 在另一个大碗中放入花生粉 加上黄糖拌均匀 在小紫米团上面平均的滚上花生粉 好吃Q弹的紫米花生麻糬完成了 谢谢您的收看 希望您喜欢这次分享的食谱 祝您度过美好的每一天 希望能再次观看下一次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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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